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晚希望可以講幾首歌的歌詞 因為之前做了旋律的分析已經出去了 例如古柴文這首歌 這首是他自己的歌 其實他也是用一個比較輕快形式的表達方式 就是表達一些男女感情的事件 都是說很喜歡一個女孩子的情況 因為都快來音箱展 我會多些分享我對音樂的經驗 事不宜遲 由古柴文先生這首歌開始 首先第一句 春季開 沒有花不開 能愛便愛 換襯衣善待 其實填詞人都很聰明 他就是用了一種環境的 你當它是一個比喻法 又或者是以物法 的方式來寫出來 他就用了春季這件事 做一個開場 當然 它裡面是有意思的 春季開始 一定會有些花 其實這個也有些比喻的含意 就是比喻很多女生 很多身邊 可能新的女生出現 能愛便愛 換襯衣從來 即是說他在春季的時候 有很多選擇 即是他用花就可能是比喻女生 這是我個人的觀念 未必是他原本填詞人的意思 但我自己的心得 即是我自己的應解 就應該大約這樣 農莊活彩 靶衣就染蓋 不好意思 流個汗再轉個妝又重來 農莊活彩靶衣就染蓋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以密法的寫法 即是你又是當它比喻 它就… 即是… 比喻很多東西在他身上 轉來轉去 如果這件事不對 又再換過 不斷去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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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沉沉密密的意思 應該是這樣 流個汗再轉個妝 又重來 即是他有很多選擇給他 如果這件事不對 又再找一件新的 應該都是比喻身邊的女朋友 或者新的女朋友 在這裏就開始強調 在描繪中 即是解釋中 曾貪身愛 誠太多旅行 難說合襯 讓對方飲恨 在這裏就說 即是他以前喜歡過很多女孩 或者跟很多女孩拍拖 接著就有很多遺憾 你知道 他肯定有些感情的遺憾 肯定有些不開心 難說合襯 讓對方飲恨 即是在這裏就說 雖然身邊有很多女孩 但有一個女孩 零零射射射很喜歡 但他不夠膽 跟這個女孩表白 反過來 其實這首歌詞 我覺得很合襯古長文 為甚麼 他這種公子骨骨型 突顯到他 你也知道 在電影裏 都常有的現象 就是那個人很花筆 其實他的內心很脆弱 他可能找到一種真愛的出現 反過來 他不夠膽跟別人表白 然後裝出一個 表面很花筆的環境 或者情況 在掩飾他自己的內藥 或者對感情的虛弱 然後唯一稱身 調低在黑暗 即是 即是說那個女孩 就是這個 即是他找到了 找到這個真愛 調低在黑暗 即是說 哎呀 找到這個女孩 我都不夠膽跟他表白 那麼 調低在黑暗 即是說 將這個女孩 其實是一個 比較有戲劇成分 即是想想想 很多時候 我們在電影裏 都會用一個 突然間 一個 黑暗的背景 跟著一個 光燈打下去 形容那個 即是形容那個 就是很孤單 很孤單 那麼 求再進 求步近 讓往式解禁 即是說 我可不可以 鼓起勇氣 去跟他表白呢 這樣 那麼 讓往式解禁 即是說 他之前是不夠膽表白 那麼現在 可不可以鼓起勇氣呢 那麼 跟著第二段 然後 磨蝕到 暗淡形角尾 抹螢光金邊 只得以美 那麼這個 我覺得是 寫得很漂亮的 因為 他用了這些 這樣的比喻法 下去 但是他是用一個 類似 因為寫歌詞 你要描繪內心的表達 是很困難的 所以 你要求到一首 描繪內心的歌詞 即是我說的 好的歌詞 可能每個歌手 只有幾首 或是以前當紅的歌手 會多些 但是現在 即是2020年之後 就很難看到 這麼漂亮的詞 這首是多漂亮的詞 他磨蝕到 暗淡形角尾 即是說 你想想 一塊新速速的東西 如果千瘡百孔 即已經變舊了 又瘦蝕 你又怎麼會覺得它漂亮呢 通常 這件事是沒得薄的 因為有些人是喜歡 那些比較瘦蝕的東西 沒有得爭辯的 但在這裏 他如果用比喻法的時候 就說 明明我是喜歡新速速的東西 即是他剛才第一段 已經說得很漂亮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現在那些東西是腐敗 又舊化了 那怎麼搞呢 即是形成了 跟上面很華麗的 一個強烈對比 即是認為這件東西 即是去到已經是瘦蝕到 敗壞到最後的階段 咦 但我都覺得它很漂亮 接著 抹營光金邊 只得燕尾 這個燕尾這個字 即是抹營光金邊 這東西容易解釋 即是說那東西很殘舊 但只得燕尾 其實燕尾這東西 填詞人都幾聰明 因為燕尾是很多解釋 如果你加一個字 譬如燕尾碟 又是另一件事 燕尾服又是另一件事 因為你如果說到燕尾的話 如果你燕尾服 就是 你知道 它的衣服後面開叉 那個是叫燕尾 但這裡 它很有深度 燕尾這兩個字 因為燕尾也可以解作頭髮 即是頭髮 翹起 那種都是叫燕尾 即是說 它這裡有幾個解釋 不過我都選了其中一個解釋 或者其他朋友有另外的解釋 我選了一個解釋 就是它全身都腐爛 曬了 只得它的面容 即是燕尾就是它後面這個位置 代表了它的頭 即是它全身腐爛 但只餘了一個面容 這樣 所以這首詞頗有深度 這首詞 然後游歷過我宇宙 奔向過我月球 即是它的世界 即是描繪 都是用一些以物法 以物法比喻法之類的東西 這個代表了它的世界 即是主角的世界 隕石再多 七黑之中 亦共我非 即是說 希望那個女生 在她的世界裏 就算是有困難也好 即是 它在這裏 尋歷再多 尋歷再多 應該都是用一些以物法 代表了 她的生命裏 可能有些逆境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都希望那個女生 可以和我一起去經歷 即是描繪 其實她是很想 和這個女生一起 接著陪伴過 上路裁冥機 任時剛推職一出戲 即是說 希望和這個女生 有一段的拍拖 拍拖的人生經歷 接著 希望將這個人生經歷 就變成一出戲 但她一出戲 這個位 應該都是一個比喻法 即是說 希望可以和艾連理 即是可以長相私手 或者結婚成為夫妻 應該都是這樣解 接著 從遇上的一刻 走到世界盡頭 轉換角色 身邊穿梭化角子 這就是呼應上面這段 其實也是我剛才所說的 很希望和這個女生 經歷一段 如下人生的時光 希望和她永遠在一起 接著到第三段 時光變改 學會珍惜愛 如要記載 舊記憶常在 其實 即是說 以以前的 來約的她 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希望透過她的改變 令到現在的現狀更好 如要記載 舊記憶常在 又是一個挺好的歌詞 即是說 我以前的經歷 永遠都藏在我內心裏 以往的自己 已經改變過來了 其實這個歌詞頗有深度 塵埃沒開足跡沒掩蓋 即是說 以前類似一些不太好的東西 已經是消散了 將來會越來越好 解釋是這樣 重現熱愛道別那感概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即是以前灰暗的東西 過去有的過去 不好的東西有的過去 即是身邊的女兒多也好 有的過去 現在就是剩下這個真愛 然後這段和這段都是呼應 即是第四和第五段都是一個副歌 都是呼應上面 填詞的位置很聰明 在我現在畫的這個位置 他換了一句歌詞 就是憑著那缺陷才更美 即是說 以前不好的東西 就是剃造了現在正的我 這樣很聰明 這兩段副歌其實都是 如果有聽過這首歌的朋友都知道 都是一個比較堆積的表達方式 就是情感越來越豐富的堆積下 都是這樣的用法 都不沉悶說 因為都差不多了 這段 最後那段 作者就非常聰明 他是用了現在上第四和第五段 由我現在的箭嘴畫的開始 其實這裡應該都是有 編曲那段有些鋪排 就是說到結局 我是想一個Happy Ending 所以他就抽這一句出來 就呼應上面以上的五段 由時光堆積一出氣 即是說現在和你一齊是非常之正 從遇上那一刻走到你我盡頭 即是你接受了我 即是我勇敢去和你表達 現在很正 接受了我 就現在真的和你一齊 即是大家一起永恆的真愛 然後女伴再多 身邊穿梭最愛就只得你 這句也是呼應上面 就是說 即是說 一個Happy Ending 就是說 以前很多的感情都是玩玩玩 現在真的終於遇到一個真正 真愛 以後都是和你一齊 都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即是一個大團結局的那首歌 其實我覺得這首詞 它有一些飄逸的瀟灑 我覺得是挺適合古策民唱的 因為它的聲音又有少少柔柔的 有些人就說它有點擾擾 但在我的音樂領域裏 就不會去評論它本身的人是怎樣的 我評論那首歌到底能否表達出來 因為你知道 緋聞的東西就會 這些全部都是負面的東西 你說它有點擾擾 其實這些是 大哥 人家是天生的 對不對 所以在我的音樂領域裏 不會去針對它的人 最重要是首歌到底正不正 好 這首歌我就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將音樂 貫徹在自己的生命裏 希望大家都充滿了正衡量 世界便和平很多 好 我們下一條片見 我接下來會講 《遇美》那首《雪影移成》 因為那首歌就比較之後 不是之前 不是之後 之前是屬於20年前 20年 大約差不多 好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